招牌耳朵黑白線條還拖著長長尾巴 一九二八年迪士尼經典動畫 《氣船威利號》是米奇和米尼的出道片 但即將問世九十五年的他們 最快和迪士尼說再見 根據美國版權保護法一旦獨家版權到期 任何人都能拿來創作 為了不讓米老鼠成為公共財 迪士尼過去曾兩度遊說政府延長期限 最後拍板定案 從原本的五十八年延到九十五年 但不只初代米奇將走入公有領域 現在你會有新的旅遊 我會 為什麼你會有新的旅遊 他的好朋友小熊維尼 早已在今年一月搶先離開 描述心風邪雨的殺戮戰 經典角色開放任意二創 也讓不少人憂心 童年回憶會瞬間崩塌 每個版本的米奇和米奇 都會有分別的版本 所以只能將《氣船威利》的版本 進入公共財產業 第二 迪士尼已經明顯地 分析了分析的角色 只不過粉絲也別太緊張 因為過期的版權都是最初代的版本 多年來迪士尼不斷推陳初心 延長版權 就是要讓每一隻最熟悉的角色 繼續在樂園和動畫中和大家見面 蔡新聞 黃辰宜報導